大家好 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 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1年8月5号 周四晚上的8点10分 今天的市场再次浮涨 整体表现不错 那么我相信随着指数的新高 大家对于后市的看法分歧 也是越来越严重 那么今天我找了两家机构 对于后市完全不同的一个看法 看一看他们看好市场 或者不看好市场的原因和理由 又是什么 另外今天美国总统拜登 签署了一项关于2030年 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新的行政令 那么看看它的具体内容 以及对于相关股票的影响 今天也会谈到像特斯拉和福特 另外还有像AMD今天的跌幅较大 那么它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跟大家做一个跟进 同时像REGN还有PEN今天的财报 这两家股票 大家品质关注的也比较多 拿出来跟大家做一个跟进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在今天大的一个方向 就是对于市场 未来运行方向的一个看法 那么目前不光是咱们说 散户是有变化 实际上对于机构来讲 他们的看法也是有不同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花旗银行 花旗银行是在近期 把美股的评级做了一个下调 它认为随着经济复苏和可能的货币紧缩政策 将推高美国的国贷收益率 那么美国股市回报率或受到影响 那么整个的它把美股的评级 从增持下调为了中性 它的逻辑很简单 当债市的收益率上升之后 那么市场对于风险资产的需求 有可能会降低 特别是目前在一个相对的 比较高的高位的情况下 有可能会出现资金流出 进到债市的情况 特别是它指的是机构这边 所以把从增持调为一个中性 那么中性基本上就是 目前以持有为主 但是它的意思就是不加仓 好 那么对于它的看法是相对比较悲观的 那么我们看看另外一家银行高盛 高盛是大幅看好市场 它们的原因是什么 是说在企业盈利好于预期 以及利率低于预期的双重影响下 那么它们上调了标普500的指数点位预测 它们把标普500在2021年末的目标 从4300点调到4700点调了9% 意味着目前从现在的位置看上去 还有7%的一个上涨空间 而且把2022年底的目标从4600点调高 到了4900点 那么它们的理由是什么 我们预计盈利增长将是今年下半年 以及明年美股回报的主要驱动力 那么这些利率水平低于预期支持 22倍的稳定市盈率 而且预计咱们说的企业的税务改革 会在2022年之后对于企业产生不利的影响 所以它整个目前从2021年到2022年 还是仍旧大幅看多市场 所以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评价方式 一个是从债市和股市关系来评价 另外一个是从企业本身的经营能力来评判 所以这两种观点也是市场 我认为目前最主流的两种看法 所以不管你是看多还是看空市场 那么你总有一套要遵循自己的操作逻辑 我的操作逻辑非常的简单 我对于市场我不大幅看空 我认为市场仍旧以回调做多为主 在现阶段 所以这也是我一直以来在跟踪一些股票 等待建仓机会的一个最主要的理论预据 好 这个说完之后 大家对于市场 目前其实就是我们就说边走边看 暂时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下行风险 没有看到至少 那么从结构上 从技术面上也没有出现大幅颇位的一个迹象 而且都是走的是有点慢 但是屡创新高 今天的纳指100又新高了 对吧 标普还差了那么几毛钱 看看明天要出飞农数据怎么样 OK 那么讲了这个之后 这个大的方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 着重今天的重点还是要讲一下 关于今天拜登签署的一个新的行政 新的行政令 它讲的内容是什么 指的是要求在2023年末 实现美国的销售汽车 新车的销售中 有50%为新能源汽车 相当于是制定了一个战略目标 今年是2021年 还有9年的时间 到2023年末 那么这个目标定下来 其实之前市场一直都在吵吵吵闹闹 对吧 就是说是40%还是50% 而且说你不能指定目标 你还要给配套的支持 其实之前本身就有关于新能源汽车的 这个奖励政策是一直在执行的 包括后来的新能源的绿色新政 也是在逐渐不断的加码的 其实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讲 政策性对于新能源汽车的利好 这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咱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或者说其中有一些相关联的股票 它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这个政策当出来之后 我们看几家公司的反应 这是它的一个新能源目标的状况 然后今天参加这个简报会的 有三家公司 这里面没有特斯拉 今天特斯拉没有去 特斯拉像英隆·马斯克 他也说很奇怪 居然没有邀请我 这么重要的新能源的场合 但是它是有一些其他原因 涉及到他们工厂的工会的原因 市场认为 可能是因为特斯拉这边的工会原因 导致的他没有被邀请 但只是猜测 不管怎么样 今天主要有三家公司 福特还有通用 还有另外一家是斯特兰利斯 这三家公司 好 我来讲一下 他们是怎么样去做的一个表态 首先福特说 到2030年 它的目标定的是 销量中40%是电动车 那么通用 他说的是 到2030年销量中 40%到50%是电动车 基本上是跟着政策面 在做了表态 那么还有一家公司 是斯特兰利斯 这家公司大家听起来比较陌生 他说到2030年销量中 40%到50是电动汽车 这家公司大家听着陌生 实际上 它的母公司在荷兰 但是他说 为什么美国的新政要邀请一家荷兰的公司 实际上这家公司是今年刚成立的 就是斯特兰利斯 它背后的那些公司你一点都不陌生 这个公司听着很陌生 它是在今年的时候 由福亚特克莱斯勒 还有雪铁龙 他们共同出资筹建的一家新的公司 这家公司它只是相当于是一个母公司 母公司这个品牌的识别就是斯特兰利斯 就是他现在的这么一个很陌生的名字 但它背后的品牌涉及到哪些呢 说出来大家都知道 什么克莱斯勒 雪铁龙 还有道奇 菲亚特 马沙拉蒂 标志 这些车其实大家都知道 OK 都是像克莱斯勒 菲亚特旗下 包括像雪铁龙集团旗下的 对吧 所以实际上这些车基本上是涵盖了目前上大多数的主流车 在美国的一个销售 OK 那么通用咱们之前讲过 我还最后一点补充一下 这几家公司参与了今天的这个简报会 他们补充说 如果联邦政府能够提供购买电动汽车的机率措施 投资新的充电基础设施 并且支持研发资金 就可以实现以上的目标 简单讲 政府还要拨款 对吧 要扶持 要给钱 那么这样的一旦 这些跟政府走得很近的 那么他们回头拿到政策支持和扶持的情况下 肯定股价方面会受到一定的提振 毕竟是现金入贷 好 那我们看一下 通用咱们之前讲过了 我们来讲讲福特 福特的跟大家做一个跟进 因为之前最近没有讲 我们讲一下福特目前的一个状况 福特目前的估值 我还是给了一个持平 13到15 如果你愿意略微提升也可以 你可以把它提升到20块 问题也不大 但是我是给了一个相对保守的估值 仍旧是13到15 那么福特这边 它的一个较好的支撑是在11块3到12块5 然后较远的一个较好支撑是在8块7到9块4 这两个地方 大家可以拿去做一定程度的参考 好吧 这是对于未来在赛道上 目前紧贴的政府 对吧 可能会吃到政府红利的这一块 特斯拉自然不必说 但是特斯拉这边完全靠市场的一个 自己的竞争力也比较强大 它不像福特和通用属于老牌车厂 然后逐渐转型新能源汽车 需要得到一些政府的扶持 所以福特这边这是两个价位 通用汽车 昨天我讲过了 这个40到45的位置 是我有可能会去打入的目标价 实际上今天我们看到 在能源新政的行政令签署之后 通用和福特今天都涨了不少 都涨了不少 但是短暂的消息刺激 还是没办法掩盖 目前在基本面上的一个暂时的弱势 所以暂时我并没有想法去追它 没有去追 我仍旧去等待合理的机会布局 好 那么讲到他们俩 就要讲到特斯拉了 那么特斯拉 就是说 今天特斯拉没有参加这个简报会 Elon Musk还觉得挺意外 对不对 他们里面的其他的政治上的事 咱们就不扯 咱们只扯 说特斯拉目前的价格 既然新能源的新政出来之后 特斯拉现在作为能源 新能源汽车的领军 很显然它在市场上 未来的份额和客户在选择的时候 它还是什么 还是一个在第一梯队 这是毋庸置疑的吧 所以特斯拉你看 今天的价格尽管只涨了0.52 但是在上次突破了700 702的位置之后 已经在上方维持了四个交易日 而且呈现一个逐渐缩量的过程 所以目前特斯拉 我仍旧我们还说 保持上方的看法 三个目标 736 800和840的三个目标价位 这是特斯拉 我们现在目前要看它结构的一个状况 所以持有的朋友要有一点点的耐心 有点耐心 你不能说突破之后 是不是马上就涨了 或者怎么样 咱们讲过 目标是目标 怎么涨 是先跌在涨 还是多长时间涨 这个是你没法预测的 咱们不会算命 咱们只能说 根据结构来判断 目前特斯拉应该是 后方有机会去到这三个目标价位上 至于能去到多少 最终的840能不能去得了 这个我并不敢保证 但是只是说 现在机会至少比之前大得多了 而且整体也是一个上移状态 支撑位在下方都给过大家 好 这个是特斯拉这边 今天也算是做了一个跟进 大家暂时继续持有的 下方持有的继续持有 继续你就可以等一等 稍微给点耐心 好 跟进一下特斯拉之后 咱们再来跟进一下AMD 好 AMD今天我已经是做了一个 全新的更新 AMD这边 我们之前讲过 AMD的状况是 在连续的持续拉升之后 当时给的是103 对吧 到106.4 我把这个位置精确的微调了一下 到了102.7 到106.4 这个位置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防守位置 也就是说你的移动直营 目前在没有破掉102.7之前 你还可以拿着 允许它回踩一些 尽管今天跌了5.41% 但是 马上面临着一个全新的支撑 107到110块 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支撑区间 在近期形成的 这个位置你可以看一看 有没有支撑力度 没有的话就要去到102.7到106 最差102.7破位之后 你就要移动直营了 基本上它的比较大的概率 就会要回到下方的九字头去 所以这是大家对于市场的一个 结构上的看法 我们说不能天天涨吧 已经涨了这么多了 回调了一些 目前结构 上行结构还是没有破坏的 今天只是一个 比较大的跌幅的一个回吐的状况 但是还是没有去跌破 两个最近的一个支撑 所以从这点上看 很多人们说 那AMD什么时候上车 什么时候上车 第一财报前能上车的位置 你现在能去哪了 你只能去到财报之后 现在这个地方 91 95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位置 就是在下一个财报之前 你能看到的 就这个地方 因为估值我给过大家 估值给的是97到112对不对 所以回到这 你想做你可以做 如果回不到这 上方这两个位置 102.7破位之后 你要移动直营 你要移动直营的 好不好 所以这个地方想买的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机会买 现在这个地方买是风险比较高的 顶着估值上限再买 你要赌他下个季度财报 继续估值的提升 好 这个就是关于AMD的一个更新 现在仍旧还可以有继续上限的机会 缩量回踩下来 然后不破这两个位置 继续能够维持在高位 未来有可能会继续的去走 高位的横盘缓慢 业绩爬升 破位102.7 那么就要回到下方的位置上 这是对他的一个看法 那么对他的支撑压力的变化 我都已经做过一个更新了 因为上方现在全新又 形成了一个新的压力 所以我把它也更新到了EVAC上 然后支撑也进行了一个上调 上方有两个新的支撑也可以了 他们的估值跟我的估值 基本上目前是保持比较接近的一个水平线上 它是98到113 我说97到112 好 这是对于AMD来讲 讲完了AMD的跟进之后 咱们接着来讲两家公司的财报 这两家公司的财报 其中有一家PEN这边是存在 有可能突破的一个比较大的机会的 有可能会比较大的一个机会 我们来看一看 先看看IGM吧 IGM这边是这样的 它的财报出来之后 整个的是财报表现得非常好 它是营收是51.4 同比增长163% 净利润是31亿 同比增长245% 碳报后每股收益是27.97% 同比增长268% 那么更重要的是 它在二季度 它的疫苗 FDA是批准了以最低治疗剂量生产 并交付它125万剂的 它们生产的疫苗 这个就确认了一个25.9亿的收入 大家知道它这个成本只有多少钱吗 它这个成本只有5亿到6亿 可是它收入25.9亿 所以疫苗这一块它也开始上马了 最近凡是和疫苗相关的股票都涨得很疯 都涨得很猛对吧 疫苗确实是一个很挣钱的买卖 那么对于它的估值全新更新之后 是570到620的一个位置 那么它的支撑压力 我写在这里 下方有两个地方是比较好的位置 一个是570一个是590 一个是530到550 570590就是现在在近期形成的大的一个支撑区域 下方就是之前就形成过的530到550 这两个地方一个是在估值区间 一个是在低于估值区间 大家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情况 按照大盘的走势去考量 到底应该以什么地方的价格去介入 好 这是R1GN 那么来看一下PEN 关于博彩行业 其实我有关注 我一直都在看 但是由于疫情这个玩意儿是不太稳定的 所以我对于相关的股票 其实有想购买的意愿 但是一直是没有定下心来 那么今天PEN这边是有一些异常的 跟大家讲一讲它现在的一个结构状况 首先我们讲一下它的一个财报 它的财报在本季度是实现了 和同比的一个纽客围营 EPS上 整个的销售额是15.5亿美金 比分析师预期的14.5亿高出了6.62% 所以它的这个比如去年同期相比的3.055 也是增长了406.06% 整个公布的季度收益是每股1.17 比分析师预期的0.9高出30% 所以它和去年相比都是一个大幅的扭回营 和快速增长的情况 这样一来 PEN在本季度财报出来之后 过去的4个季度已经全部都实现了账面的收益为正数 实现了净利润 相当于它已经从 可以这么说 从之前的疫情封锁的那种大幅亏损中 已经走出来了 大量的它的现在的博彩的相关的业务 和在4个州已经实现了基本的一个盈亏平衡 基本盈亏平衡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它现在有可能它会一个相对底部要形成了 就是从基本面的相对底部有可能要形成了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好 那么它在本次的财报里面还披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它会以20亿美金加股票去交易 去收购一家加拿大的博彩公司 这个是一个资本支出的情况 未来当资本支出之后 它在股价上肯定有反应 但现在今天财报很好涨了9% 怎么去看待它 首先它的估值调整为62到68.1 62给了一个估值了 62到68.1 那么它现在的情况是 大家看到这个位置没有 今天涨了9%之后 72.26 上方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说在7月28号的最高点 这个大概73.8 74块钱的位置附近 这个地方一旦它要是突破了 它怎么样呢 它就会突破一个下行结构 确认突破一个下行结构 它会有可能会走一波上行 有可能在这个地方 就是它的一个相对底部 这是我告诉大家的 我也在考虑我要不要打一个右侧 等它突破74之后 做一个右侧 因为今天是一个很明显的 很大的一个放量的大阳线 我们叫什么 我们平常看到叫做一阳穿三线 对吧一阳穿三线什么意思 前面三根大阴线 一阳穿上去 把三根大阴线全部吃掉 今天它是完成了一阳穿三线的动作 第四根阴线的没有穿过去 但是也是一个非常强势的表现 所以手里持有PEN的朋友 现在你就不要杀跌了 没有必要杀跌了好吧 你买不买是另外一回事 不能杀跌了 现在它从基本面上已经开始在改善了 所以你不要去在这个位置再杀跌 是不是你说一反弹 我马上就把它杀跌跌下来 不需要不需要 现在这个地方你反而应该考虑什么 61.8到65是不是一个买点 然后最下方的买点 最接近基本面的 最接近的支撑强度比较好的一个买点 最低的一个是52.6到58.5 如果跌破了52.6就不能买了 那就不能买了 你反而是不能买 不是说越低越能买 越低越不能买 这个地方就是你52块60 进去一个非常强的支撑 跌破之后下方的幅度非常的大 所以如果你持有的朋友 应该在这两个地方去做防守 52.6和61.8的两个位置都做防守 如果想买的朋友也是一样 你应该在61.8 65.5这个位置 这是一个激进的买点 这是一个稳妥的买点 但是还有一个右侧的更加激进的买点 也是在突破74之后的一个右侧买法 打右侧止损放在61.8的下方 比如61.7这个位置 这是一种三种不同的考量方式 所以提醒一下PEN这边是有可能有启动迹象的 这是因为平常讲博彩的股票讲的不多 因为PEN这边的财报 基本面包括技术形态各方面都是走的比较契合的 拿出来和大家做一个分析 我个人这边我可能会考虑做 但是我现在没有确定 所以我现在也没办法给大家什么挂单的点位 因为要是他这个要买右侧的情况的话 我要买就买了 要买 没买也就没买 要用期权买了也就用期权买了 所以我不是说现在是一个左侧的去买它的 暂时没有左侧去挂单的想法 有可能去或许买一个右侧 有可能只是这么跟大家讲一声 但是我不保证 因为我要看看它的包括成交量的配合状况 以及后面几天的一个走势 我再去做一个确认 好吗 因为特别是明天还要出非农数据 谁知道非农数据这边会出什么奇怪的状况 最近的数据偏差这么大 这里只是跟大家讲一讲 有持有的朋友一定要 你现在要拿一拿 稍微稳一稳 不要太着急了 好吗 这个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和点赞转发 那咱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 再见